281 聯合組部,新加坡,碧山大巴堯區可能迎來新面孔 2015年7月27日新加坡頭版三由國防部長王永宏醫生領軍的碧山大巴堯集選區 來界大選將迎來新的代議士,這些新人多數早已在社區活動 掌管大巴堯中事務的王永宏昨天出席一個社區活動後接受媒體訪問 針對記者提問他所負責的集選區來界大選是否會有變化時 證實了這一點,他透露,目前已有幾個新人在該區活動 不過,他不願意進一步確定這些新人將被派往哪一個分區 至於這些新面孔是否會在大選時留下 王永宏說,大部分會一直在那裡 就算是舉行大選,會否有變動,可能有幾處變化 因爲選區範圍出現改變,但被調動的人不會太多 屈指可數 碧山大巴堯集選區現有的另外四名議員士 交通部兼財政部高級政務部長楊麗明47歲 前副總理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黃根成68歲 再老丁52歲 和蝦女古馬49歲 之前曾在基層組織《曝光的新面孔》 包括協助黃根成處理碧山通基層事務的華聯酒店 房地產投資信託管理公司執行總裁鍾啟雄49歲 和馬來亞銀行外匯研究主管蘇巴特·薩西安德爾斯布特 41歲 2011年大選後退出內閣的黃根成 過去六次代表人民行動黨參選 聖傳他將印退,但針對哪些議員將會退休 黃永恆不願透露風聲 負責碧山北事務的楊麗明昨天也在酒訪了區內骨痛熱症黑區後向媒體證實說 我們已找到想要代表碧山大巴堯居民的好人選 他也提到,自己已在這個集選區服務好些年 非常希望能留在碧山北 也希望能繼續完成他已開始推行的工作 另一方面,來界大選中,碧山大巴堯集選區獲保留為五人集選區 但選區範圍有所更動 納入元摩棉加冷集選區中有交通部長雷德耀負責的部分摩棉區 當被問及將如何爭取這一批摩棉選民的支持時 黃永恆部長說,他已跟呂德耀部長接合,會與他們的組織合作 黃永恆勸告新候選人打理好市政會照顧居民需求 黃永恆認為,選民的要求其實很簡單,就是誰將確保環境整結 遇到問題是該找誰等 因此他給新候選人的勸告時 照顧好居民的需求 打理好市政會 確保市政會有充足資金進行遺守與粉紮工作 更換電梯和保持社區清潔 除此之外,黃永恆也計劃將碧山大巴堯集選區居民 享有的計劃擴大到剛被冰入的部分摩棉區去 例如建設落零健身處、開放社區高等教育長學金工摩棉區居民申請 甚至是下個月將在碧山舉行的演唱會也歡迎他們參加 人民黨反對黨員老占時中上一屆大選出隊到碧山大巴堯集選區競選失敗 得票率為百分之四十三 這屆大選民主進步黨也表示有意到該集選區競選 針對如何看待反對黨的挑戰 黃永恆說,自2011年大選後 行動黨都假設每一個選區每屆大選都將面對競爭 這是好事,能確保大家不過於自滿 各黨必須有明確的計劃來說服選民